两季当中来的女司机不少 但是每一个女司机上来以后你都发现 跟她一块来的小伙伴 那都不是一般的车 比如今天我们要出场的这位挑战者 同样如此 稍后他会让你大吃一惊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这个不是挖掘机啊 这是吊车 吊车 掌声欢迎我们的挑战者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我叫黄芳 今年29岁 来自陕西省汉中市 在你们县里是不是就你 这么一个女吊车司机 是的 在我们汉中地区就是只有我一个 那个我不敢说 那平时你就是开着这个车 在阳线操作的吗 对 所以你真的是出门 大家都认识你啊 对 好多人都认识 对 讲讲干什么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吧 那个挑战完之后 再说 再说 对了 准备了好多故事 看看 行 没关系 让他先专心挑战吧 那吊车能挑战什么呢 来 请上道具 挑战规则 挑战者操作几重机 吊起高速旋转的电扇 依次穿过三道异性的玻璃障碍 玻璃不能被打碎 并且在挑战第三道玻璃障碍时 挑战者要在一分钟之内 用吊扇熄灭两侧的全部蜡烛 安全通过 才算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过 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节目 叫墙来了 看过吗 墙上挖出各种不一样的形状 这个挑战项目 就是借助这个创意 只不过 把墙变成了玻璃墙 然后把人变成了吊车和他的司机 接下来 有请在现场的观众 评委 请挑战者就位 吊扇 现在就牢牢地挂在这个吊钩的下面 稍后 挑战者启动吊钩之后 吊扇就会开始旋转 我们的挑战就将正式开始 这个吊扇很难控制 在来回调整位置的那个过程当中 特别容易晃动 稍微控制不好 就会把玻璃打得直立破碎 黄芳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我宣布 挑战者黄芳 第一次挑战 开始 黄芳芳 黄芳加油 黄芳加油 风扇转 吊扇已经开始旋转了 第一关从这个形状来判断应该还是比较容易通过的 对吧 因为它刚好跟这个吊扇和这个吊绳形成的这个图形比较相似 它是一个梯形 这个吊扇旋转的速度还是挺快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最难的是吊扇开始旋转以后啊 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平面上 不是水平 对 它自己瞎晃悠 这个它很难控制 这个真的难控制 在吊扇和这个吊钩之间的这个绳索呀 它一直是在摇晃 好 挑战者现在已经把吊扇慢慢地移到了第一关 第一关 其实我的判断错误了 第一关也不那么容易 现在吊扇晃得很厉害 它必须要控制这个摇晃 在摇晃的幅度范围内 让吊扇成功地通过玻璃障碍 稍有不慎 扇叶就有可能打碎玻璃 没有办法 真的是稳定 它是停不下来的 一开始节目组跟我说 要用高速旋转的风扇通过这个玻璃墙的时候 我问了给我们开车那个司机 他有十几年的经验了 他给我回答是 那个是不可能的 肯定过不了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打碎了多少玻璃 炼坏了多少扇叶 为了完成今天的挑战项目 挑战者黄芳刻苦训练了无数次 场外场内无数块玻璃被打碎 吊扇的扇叶也伤痕累累 直到正式挑战前 黄芳还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 现在吊扇晃得很厉害 它必须要控制这个摇晃 在摇晃的幅度范围内 让吊扇成功地通过玻璃障碍 稍有不慎 扇叶就有可能打碎玻璃 已经一半了 还没完还没完 还有一点点 这个时候非常关键 漂亮 黄芳操控着他的吊车 带着吊扇的吊扇 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障碍 接下来他将指引吊扇 前往第二道障碍 这个过程当中 他必须一气呵成 他还不能把吊扇撤回到起点 再来一次 他必须要把吊扇从前面 转移到正方 电风扇过那个玻璃 并不这么难 但是最后第三道 那就不容易了 好 现在他必须非常精准地 把吊扇移到第二关的前面 然后同样 要穿越这个五角星 这个形状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们看到黄芳是坐在驾驶室里 控制吊扇移动的 他无法清楚地看到吊扇 与玻璃障碍之间的距离 只能靠感觉来进行操作 操作稍有不慎 就会打到玻璃障碍 他再往下走 就有可能会碰到下面的 这个鞋的边缘 所以他一定要紧贴着上面的这道横线 而且你看黄芳其实他离得很远 是他的位子 而且他的观察的角度是有偏差 是有一些障碍 位子离风扇是蛮远 所以他要目测 他离那个玻璃大概多远 很难目测 还好 还好 玻璃没碎 很专注 他是一位内心很坚强的女士 我听到了声音 但是还好 还好 玻璃没碎 漂亮 穿过了 我刚才听到了一声 但它是磕在了旁边的沿上 现在最难的一关来了 最后这一关 这个玻璃 只给黄芳留下了一个 和吊扇的横接面 差不多大小的这么一个空间 而且上边的这个狭窄的通道啊 它必须保证它的这个绳索不会碰到 而且还要吹灭所有的蜡烛 在第三关 挑战者要操作吊车 控制电风扇 在一分钟的时间里 既要吹灭玻璃墙两侧的蜡烛 又要安全通过玻璃屏障 训练时接连失败造成的心理压力 挑战中高速旋转 且摇摆不定的电风扇 这对挑战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计时开始 黄芳现在在降低风扇的高度 已经有一部分蜡烛灭掉了 还有一部分蜡烛正在燃烧 加油 好 已经熄灭了三分之二了 好顽强 他现在真的是一根一根的在吹灭 好顽强 那个简直是不可能了 黄芳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再大胆的尝试一下 好 干掉了一个 是否还有一根呢 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们一个进击 我们看一眼 还有一根 这一根的竹形因为是弯的 弯的是不是不好吹 不好吹 弯的就 还有三十秒 好 好 现在还剩下另外一侧 他首先要让电扇 成功地穿越过去 然后再降低高度 我现在看到扇叶距离 玻璃的下眼很近了 光芳要注意 黄芳要注意 还有二十秒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当风扇擦到玻璃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紧张 只要我稍微有一点点失误的话 就会把玻璃打得支离破碎 漂亮 穿了穿了穿过了 好 这一侧的蜡烛 这一侧的蜡烛显然 有反应了 黄芳找到了技巧 那就是离蜡烛更近一些 还有两根 还是刚才那两根 内侧一根 外侧一根 黄芳现在集中火力 干掉外侧这个 好 还有最里面这根 只有一点点了 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四 灭 灭 二 灭 灭 灭啦 挑战成功 挑战者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我想问一下你是汉中 是哪个单位开这个吊车的 是我自己的 其实呢 我自己就是一名吊车老板 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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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以前学过开吊车吗 我开吊车都是跟我老公学的 是因为我看到我老公一个人 为了我们这个家 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想为他分担一点 因为开吊车嘛 几乎每天都奔波在各个工地之间 到处晚归 日晒云林的 所以挑战的话 我只有在一旁加油的份了 那为什么他没有来呢 因为我老公去年不在了 我 这事故 然后就不在了 然后留下 我大儿子去年出事的时候 才七岁多 小儿子的话才七个月那时候 说是开吊车吧 就是经常是在家里带小孩 偶尔出去开 然后自从我老公出事了以后吧 我就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 独自经营着起台吊车 而且还得带两个孩子 还得照顾老人 那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挑战呢 因为我要证明我自己 我证明我自己是可以的 不想被 不想被别人瞧不起 我们 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 让两个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说到这个 我特别特别地愧疚 我一天几乎就没有时间陪两个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每天都是爸爸妈妈叫着起床 送孩子去上学 而我的孩子 每天都是 我打电话叫孩子起床 然后自己走 我妈又是 最高一个人待在家里 吃泡面 特别愧疚 你孩子他们有没有来跟你加油啊 他们今天也来现场了 也来现场了 不哭不哭孩子不哭 不哭 大家好 刚才妈妈